音樂 去分析簡單說就是每個消費者他的消費模式 比如說他們通常都在集點買東西 他們都是想要哪一個價位的房間 他們喜歡有雙霧沒雙霧 甚至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透過其實每一個人在使用OTA的時候 你的滑鼠指標還有你在滑的地方 我們都是在錄影 我們叫HIMMAP 所以你可以知道我們可以做Abitat 比如說這個房間的燈光是白的 這個房間燈光是黃的 我們可以知道大部分人都是點白光 而不是點黃光 但我們就知道這個數據創造出來的價值就是 大多數消費者喜歡白光的照片 所以數據的分析跟數據的解讀 並不是每個人都會 即便你拿我給你ROTA給你大數據 你也還不見得會讀取出來 我覺得設計有三個重點 軟體硬體跟數據 我有一個 我在書面有寫一個稱叫 鋼柔並計 鋼就是硬體 柔就是軟體 但是計是計算的計 對 所以數據 所以我覺得硬體設計這塊 反倒是白石說是最弱的這一塊 所以我想要趁這幾年 比較時間比較充裕的狀態下 我可以去多學習一下前輩 他們的這些技術 或者是他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更有效的解決 現在存在的問題 就是用一些新的工法或新的建材來解決 那數位最早其實 他不是拿來做建築 他一開始他是拿來做那個 飛機跟造船 然後後來到非常 90年代高漢運用 就是到電影產業 畫3D動畫 那這些建模的 這些不管是曲線的 或者這種 Ninear這種 飛線型的東西 後來就 在建築界 或者設計界 他非常的耗用 然後在後面 再有參數型的幫你運算 所以後來在整個 我們不管 提到這些 Zaha這些 他們都是用參數的做 所以後來這些 變成我們去 設計的一個很好的工具 那這個工具就是 其實不是說電腦幫你做設計 是你要給他你想要的那個 那個參數 做出你想要的那樣的設計 當然我們還是一個 一個 骨手的一個 就是孩子要把它做好 一個狀態 開始把我們的出腳 衍生 不管是說 到大陸那邊的 肖母 或者是在台灣 我們都 往不一樣的這個 放地產以外的 這個東西來發展 每次都有學到東西 我覺得 做這一行 最好玩的是說 你每做一個東西 你都有學到 一些 你本來不知道的事情 那這個 這個成就感是 滿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